MT-09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可 那我現在在台七椅的某處喔 那我們今天要騎的就是前面這台 YAMAHA MT-09 那為什麼是騎這台呢? 因為上個禮拜吧 我本來要,我本來有投票說 大家想看CB650還是Z650 在IG 結果是CB650勝出 結果沒有車 那我就租了Z650 結果呢 下大雨 那我想說之後再租 剛好就這麼 因緣忌諱,就是有這種巧合 蹦出一台MT-09 好不好,今天就是要來騎這台 MT-09 上一代的 瓦力頭好不好 那我前面這台呢 是 水貨的 然後他是 全馬力的 而且 全馬力之外呢 他還有在刷電腦 就優化整個電腦 所以這台 我剛騎了一下 跟台灣公司貨真的是差蠻多的 整個個性有點不太一樣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分享 這台車剛出的時候呢 在17年吧 他剛發表的時候 我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前衛的設計 在日系街車當中 為什麼我會叫他近乎完美的運動街車呢 因為這是對我來說啦 那個時候看到我就覺得 我這台車真的是太對我為了 他的 各方面的 零零角角真的是 太漂亮了 真的是 真的是太喜歡了 天啊 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摩托車長這樣啊 真的是 帥的一筆啊 對不對 那從整個車頭來看 他是 用了這個 兩顆中間是投射式的 魚眼大燈 然後 外面兩顆好像是反射式的 有點四眼魔神的感覺 整個頭 非常的兇猛 我非常喜歡這個頭 真的很有殺氣 那 還有一點外觀就是他的前叉 就是 你這樣看起來他會有一種 帶有點那種 越野 那種滑胎的那個風格啊 就是運動街車 然後又帶有一點滑胎風格 就是這個前叉 大家有沒有看到 蠻好看的啊 但他整個車頭還是偏低的 所以他還是有那種 戰鬥的感覺 那看到側邊呢 整個油箱的線條也是 非常漂亮 有靈有角的 那前面這個進氣孔呢 也是超帥 雖然應該是沒有什麼用啦 但是外觀裝飾是 一個蠻大的加分 引擎蓋這邊呢 就寫的 CP3 YAMAHA的 水冷三缸引擎 非常特別的一個引擎 車尾呢 就是這種比較緊湊的外觀 往內縮 短小的 平的一體式的 所以 整個 側面看過去了 這台車 我真的是覺得 他是一個T字型的 對我來說是近乎完美的外型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呢 這個 土除排架啊 我記得好像也是 日系車中 第一個用土除排架的 應該是這台車 當然如果有 我有講錯了 歡迎大家補充一下 總之呢外觀呢我真的是給他打100分 真的是 沒什麼好挑剔的 我覺得他 各個角度 這樣看過去 真的是蠻 蠻漂亮的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那YAMAHA也喜歡用這種 蠻特別配色 有沒有 灰白 車殼啊 然後再配上這個 很亮的 紅輪框 也有人說橘輪框 都可以 就是 整台車看起來非常亮 非常搶眼 這就是我 非常喜歡 FD09的一點 外觀搶眼 顏色也搶眼 動力也不錯 對啊 那我們就 實際騎乘上路 這跟大家講囉 那跨座上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油箱 線條削的蠻漂亮的 我個人很喜歡 夾持的感覺 也還不錯啦 但貼個油箱貼會更好 這台是有改 全段歇管的 自己聽是 我覺得是有點大聲 但是我剛剛有看 在旁邊聽 其實還好 相信有騎過 MT09的人喔 剛剛不小心吹太大 相信有騎過 MT09的人 就知道 我們這台車 非常神經質 但是我現在騎的 這台是全馬力 然後還 有刷過電腦在優化的喔 所以跟我之前騎過的 台規的印象 非常不一樣喔 之前就是呢 離合銜接很順 然後補油就出去了 但這台呢 我感受真的很不一樣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什麼感受 它有點像那種 歐抽車的感覺 大家知道嗎 就是 我入一檔的時候啊 我放離合喔 全放了 它會有一種 要動不動的感覺喔 感覺它好像快熄火了 但是呢 我一補油 那個轉速又升得非常快喔 也有可能是我還沒習慣啦 不過 真的是 跟我之前印象的台規 非常不一樣 然後 喔 這個 三缸引擎真的是爽 然後我不會騎太快 因為 輪胎快沒了 車主準備要換輪胎了 而且這個排氣管會放炮耶 聽起來蠻爽 轉速提升得非常快 雖然鋼補油蠻快的 但拉起來 就沒有像 沒有像台規一樣那麼 那麼扭喔 這樣講嗎 車主跟我說 要到後面的話 延伸性會強很多 畢竟是 115匹的 然後再優化電腦啦 肯定猛的 然後這台09也有一些 比較基本的 電子配備啊 當初已經算是 蠻不錯啦 但放到現在這個 大電控時代 你就會覺得有點少 它有 電子油門 然後 QSS進檔快排 群機控制系統有三段 有全關 一段跟二段 二段是介入最多 然後有三個動力模式 A B STD 那 B模式呢 就是大家俗說的 雨天模式 就是動力限制 50%嗎 還是幾% 我忘記了 那STD模式 就是一般模式 動力好像限制 75% 那A模式呢 就是動力 全馬力啦 100% 那我覺得其實 這種大馬力的車子 有這種模式呢 挺不錯的 就是讓一些 新手更好去駕馭嘛 可能你錢夠了 但是你的技術還沒到的話 想先買 這個 這些電子配備 很好的 可以輔助你 還有滑動式離合器 拉離合也蠻輕鬆的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三缸引擎的 當初新手在看的時候 大部分看到的都是雙缸跟四缸 還有單缸嘛 很特別的三缸引擎 我個人非常喜歡 介於雙缸跟四缸之間 有雙缸的那種熱血 又有四缸的那種 成熟嗎 魂厚飽滿的感覺 而且三缸引擎特有 引擎會特有一個聲音 就是那個哨聲 懂的人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退檔補優真的超爽的 而且三缸的就是很好的保持在整個 區段內 低扭跟高轉都有不錯的表現 那跟他講一下他的引擎規格好了 他是847cc的水冷三缸引擎 最大馬力115匹 最大扭力好像也有9公斤米吧 配置算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他的車重 不到200公斤 是蠻靈活的 他這個車真的是蠻輕的 座高也不高 815mm 我身高175mm 可以雙腳平踏 就是算是蠻親民的啦 我覺得 我這樣騎下來 我也慢慢發現了 他有一些 缺點啦 當初在看NT09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說 只上SP啦 SP很香 沒上SP會後悔 我現在大概能體會了 他的後避震 真的是 很跳啊 難怪很多人 落地就改後避震啊 剛剛騎下來 真的是 蠻跳的 這個 好軟喔 天啊 難怪車主說他要很後避震 大家有看到我嗎 我頭上如果有個方塊的話 我就 有沒有 但前叉 還OK啦 支撐性還行 但 可能也是換個內管 會比較好 那剛剛騎下來 我是覺得 果然是 900cc的車 好不好 之前都在騎 差不多 300啊 400啊 600啊 很少騎到這種 破百批的 一開 有點不太習慣 會怕那個動力 大家知道嗎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停在這裡呢 因為那個東西好像開啦 那個 邪惡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會裝這個東西啊 這個 端子徑 挺好看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那這台車的 當初的售價是 然後台業還有做一些 好像 60期零利率吧 還多少 所以當初真的非常多人買啊 剛進水貨 水貨好像 雖然是 10幾萬有點貴啦 但 幾乎是 CP值還蠻高的吧 就是你40幾萬買到一台 水貨的話 買到一台破百批的馬力 那個時候應該是CP值第2高的車了 那第1高是哪一台呢 應該是 S750啦 那台真的太強 現在好像不到40萬吧 不到40萬的四缸 而且又破百批馬力 可能只有他了 是一個 容易被大家遺忘的車款 我自己也還沒騎過啦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在下面 我想辦法去騎給大家看 而且這台09啊 現在也是 二手價格也是還不錯 因為之前 本來有點下跌了 出到後面 20年吧 那但出了新款之後呢 他要微幅上漲了 為什麼呢 一方面是因為環保法規吧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新的頭 嗯 大家可能習慣這種 比較野的09 然後新的頭就有點像 外星人 所以 上一代的接受度感覺還是 還是比較多的啦 這樣子 然後 新的09也比較貴嘛 變48萬8 而且 被環保法規 搞得蠻慘的喔 只剩下70幾PM馬力 那你花48萬8買一個 還要再刷回來 其實是挺麻煩的 所以 上一代09呢 二手價就有點 回來了 算是一個 還算是挺保值啦 我覺得 因為你看 剛剛同級的 Z900已經不知道 跌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台車整體 買下來 我覺得是 挺讚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體驗 三缸引擎 這台車 絕對是首選 第一點 他好癢 第二點 他便宜 第三點 二手車 也蠻好找的 好 又回到熟悉的場景喔 這是我們最後的單元 就是跟他介紹 車主改了什麼 那這台 MT09 其實沒有改很多東西啦 但我還是 怕有人有興趣嘛 稍微 對他做一些介紹 好不好 第一個 就是 USB的 坐沖 他是 他是兩顆頭的 然後 煞車拉桿 這個 五角的端子徑 好像是巴風特的吧 那再來是這個 減震桿 那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還不錯啦 車主說真的有用啦 那我也感覺到 他有 稍微強化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錯的 最後 很快把最後 有啦 他有裝行車記錄器啦 那最後就是這個 全段的歇管 聲浪呢 我們就 點愛 老樣子 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再給大家聽好不好 這個全段的歇管 還不錯 好啦 那我們又來到河堤啦 最後給大家聽一下 這個全段歇管 沒有裝消音塞的聲音 嘿 真的是 蝎子果然讚 自己騎的時候蠻大聲 但在旁邊停又覺得 還好 但 還是 裝個消音塞會比較好啦 免得 干擾到別人嘛 這個 還是要為別人著想一下 對吧 好 那這支影片抽到這邊 那如果你對這台 MT09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叫 車主來 解答你們 好不好 那我是阿可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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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